哇!好粗啊! 好粗! 先戴上我的口罩 我們解鎖了這個新的地圖 30日歐遊計劃的第二站 我們來到希臘的Santorini 這裡據說是有全世界最美的日落 我們希望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個最佳最佳的 影日落和看日落的地點 Are you ready?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好緊張啊! 我們的一個月不停飛歐遊之旅呢 今天終於要開始了 因為接下來的一個月 我們會用30日時間玩足6個歐洲國家 那有哪些6個歐洲國家呢? 例如愛沙尼亞、希臘、馬爾他、意大利西西里島、西巴牙和瑞士 Santorini位於北緯36.4度 整片島嶼都是由火山噴發出來的熔岩沉積而成 位於愛琴海南部的Santorini 屬於地中海氣候 夏季乾燥小雨 甚至乎連雲都沒有多片 也正正是因為這樣 這裡的日落可謂毫無遮擋 太陽會完全赤裸地在各位觀眾的注視下 隨隨降落 成為了the most beautiful sunset in the world 30日歐遊計劃的第二站 我們就來到 號稱擁有世界最美日落的希臘聖托里尼 玩足七日七夜 目求找到最美的拍攝位置 由北至南 Santorini有無數陽光與海灘 到底哪裏才是最好的日落觀賞點呢? The next lif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a way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squeeze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in that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re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在這七日裏 我們就去了不同地方拍攝日落 終於就被我們找到三個最好的地方去觀賞日落 我們現在來到Teresa的沙灘 這個也是Santorini的第二個黑沙灘 它跟Carmory的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那個感覺上就是石比較多 這裡真的是沙灘 踩下去就有沙的感覺 那邊就像是多石春石灘的感覺 可能因為我們已經是差不多六、七點的時間了 可以看到山上真的都沒有太幼人了 所以只剩下一兩個人 那現在的海水都是比較冷的 因為已經開始入浪了 Parisa在Santorini本島的南部 在中心的Fira有巴士直接前往 如果是自己開車的話 也都只是12公里的距離 沿著公路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作為Santorini的其中一個黑沙灘 Parisa的沙比較幼和滑 這裡的黑沙都是火山爆發之後的熔岩形成 聽說會有美容和防輻射的功效 我們選它入Top3的原因是 這裡的遊人不算很多的同時交通又很方便 不需要花很多腳力就可以享受到寧靜的旁晚海景 20歐 我們在這裡留到完全入夜都還未捨得走 岸邊的餐廳和店鋪不止Fira和Ear那麼吵詐 讓我們可以在看完日落之後 即刻探望地中海風味的瘋 再直落看星星 補充多一句 我去琴海的夏天真是一片雲都沒有的 我們現在來到Santarini的Red Beach附近了 可以看到這裡走上來的山 也挺危險的 而且它也會有一些告示牌 就說會有一些滾石掉下來 可能會令你受傷 所以來到這邊也要特別小心 然後我們再往前走 應該就會去到Red Beach 那裡也是跟Black Beach一樣 是因為火山爆發之後 一些沉積的岩石 所以令到他們的海灘上面 有一種跟平時不一樣的顏色 顧名思義 Red Beach上面的一些石 其實就是紅色的 所以整個環境都挺壯觀的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Red Beach 可以看到這裡的水 真的超級清 很多人都躺在海灘上曬日光浴 背後就是一大片紅色的岩石 配合這麼清澈的海灘 其實真的很漂亮 雖然來的時候那條路有點崎嶇 不過是絕對值得的 我覺得呢 Red Beach那個水的浮力 是沒有Black Beach那麼好的 不過我也感覺到 它的水是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鹹的 而且真的清澈了很多 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水是特別涼爽的 剛剛好呢 現在有太陽曬下來 所以這個溫度是剛剛好的 拜拜 走吧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想避開遊人 找個安靜的地方 享受寧靜的黃昏 Ear都還有其他選擇 我們就發現了兩個新路徑 這兩個新路徑都各有特色 我們現在就已經到了愛琴海的岸邊了 看到這個日落是非常之美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construction site 它就是next to Eaua 也就是被美以為由世界最美日落的地方 全部都是遊客啊 這裡 這個出現跟一般遊客演出的日落的地方的人 但我們看到在一個角落裡 是可以和舞者當勇 直接看到一個大的行動 那會合一個舞者的會合會 其實就是超級無敵的地方 那這個新路線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看著那個地圖 那這個山起舞恩 是rasモance奧 是是個比較的能力 那這個將來是防衛的人 很好玩 真的嗎 對面 Nothing 我 catches palabra 我抬克力 要支持中心 這個坊是一個 Base Around the Bighton Wave 周圍都是原來的 還有一些非常之鬥峭的 這樣寫 我們本來是打算去二人的培坊 就是打算跟我們之前看到的 黑沙灘一樣 誰知來到這裡 竟然就能鎖住了一個新的地方 這裡原來有很多網路 在這裡有草稿的地方跳落水 還有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那條沙灘是超級偶像 是要手腳並用的 走到那些顏色是我來的 這個Base Around the Bighton Wave 的位置在Ear的西南面 在Google Map上面叫Amaldi 非常建議想挑戰一下 在懸崖邊看日落的朋友走下去 在這個沒什麼遊客的荒島設定 觀賞Ear的日落 Santorini的日落的確是正得悲 但是來得盛島 又怎可以不品嘗一下這裡的異國風味呢 Santorini的日落的確是正得悲 溫馨提示以下內容可能會引起不息 請不要在盡餐時觀看 想要親眼看到這些充滿異國風味的景色 就要先走過充滿異味的必經之路 爐屎爐 因爲騎爐曾經在Santorini 這裡上落山路的唯一交通方式 但之後隨著纜車的興建 當地人就不再用爐來運輸 這個傳統反而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單純的遊客活動 山頂和山腳都分別設有爐站 只要給六歐 爐仔就會送你一程 正正就是因爲每日有不少爐在上上落落 整條爐才會充滿他們的排泄物和異味 哇 好粗啊 好粗 大包口罩 整地都是黃金 幸好這條爐都不算太窄 要不然真的隨時都能踩到 哇 好臭啊 不是一般的臭 而且是有點烏映圍著 見到那些屎真的一堵黏著一堵 懷疑那些路見到別隻撒屎之後 自己也急著去撒屎 這些是有空一起撒屎的 真的每一級都有屎的 大家見到這些黃色的織 不要以為是草來的 其實是曬乾了的老屎 只是因為那些爐本身是吃草 所以撒完出來曬乾了 都是草的形狀 哇 這個新鮮的 這個好濕潤啊 這股熱味 加上周圍飛的烏鷹 都真的挺難受的 不過我們就不太建議騎爐了 如果可以走路或者搭纜車的話 就真的盡量不要騎爐了 那些爐真的好慘的 太陽又那麼熱又那麼辛苦 很喜歡聞著 還有踩上自己和同伴的屎 見到那些爐在那麼熱那麼曬的環境之下 踩著自己的排泄物負重前行 真的覺得它有點可憐 好像有時還會撞到在旁邊走的遊客 還有聽說如果遇到腸胃不好的爐 就會親身體驗這份不太衛生的異國風味 那些風吹的時候是會有一種 屎泥傾斜的感覺 果然Santorini那些石全部都是會滾的 不過有些是墳石 有些是火山石 土安的市跡 水 靚景 屎 景 屎 最靚日落 屎 最靚日落 屎 最靚日落 屎 值得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按個Like、Subscribe和Shar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用一手的水 滾杯麵 是超級好吃的 因為它那些鹽味 我覺得是純然的海鹽 那些味道適合我 非常好吃 好的 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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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ould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